在斗魄苍穹中 萧炎身为主角的故事 在金戒道斗地解决完魂天地后 便已经正式结束了 不过在大千世界中的萧炎 却依旧有着很多精彩的故事 话节上回 在萧炎拿出了一块令牌后 不仅沉门出的守军对萧炎跪下 就连护城将军都急忙跑了下来 对着萧炎恭敬的拘泪功 这一幕让那些进进出出的百姓都看傻了 这种礼遇好像之后新陈帝国皇家才有的吧 尊敬的长老阁下 小人先前有眼不识泰山 还欠长老恕罪 将军对着萧炎说完后 便侧过身 让萧炎等人进入金城帝国 其实那块令牌 就是新陈帝国长老会的令牌 这也算是整个新陈帝国中 除了皇帝外 权力最高的一个机构 甚至有些时候 皇帝要做出一些决定 都需要经过长老会的同意才行 足以看出 长老会中的长老 在新陈帝国中所具有的帝国 而先前萧炎和古元所遇到的那位老者 就是其中的一位长老 在大皇子跟二皇子暗中争夺权力的时候 长老会的长老 也分成了两批人员暗中支持他们 长老会的令牌 并不存在身份的象征 持有这块令牌 那么新陈帝国中 除了皇宫之外的任何地方 都可以畅通无阻 而这些也都是后来萧炎才知道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眼下先进入新陈帝国 才是最重要的 在将军的带领下 原本戒备森年的地方 完全对萧炎又人敞开了大门 虽然将军并没有真正见过那些长老们 但令牌是无法作假的 自然是对萧炎功功尽进的 正好 萧炎也借这个机会 打听了一下 目前新陈帝国中的局面变化 面对长老的问题 这位将军也将自己所知道的全盘托出 比如老皇帝生死的事情 以及现在掌权的是 一直占据优势的大皇子 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执行大皇子颁布的命令 二皇子和一切支持他的长老 现在通通成为了新陈帝国的叛贼 就连各大官员都被处理了不少 他们这些小人物也只能随波逐流 反正无论谁掌权 他们这群人都是要生存下去了 听到这里萧炎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 到底要不要介入到 新陈帝国的内战之中 在将这个帝国行情了解完毕后 萧炎便让那位将军 先去忙自己的事情 他则是带着薰儿他们 找到一间旅店住了下来 岳父 你之前跟我一块儿遇到了那位王子 你认为 我们应该对此事插手吗 其实萧炎认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毕竟新陈帝国跟他们之间 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现在还是先观察一下吧 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 存在的高手 应该不在少数 之前那位老手就是一位长老 也就是说 现在大皇子手中 应该还有不少至尊级别的强者 贸然对一个帝国出手 可与我们 没有好处 古元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毕竟萧炎他们所接触到的 依旧只是这个国家的外围罢了 这个国家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势力 他们也不得而知 既然如此 那这几日就先在新陈帝国采购些物品 等物资齐全了 我们就继续上路 萧炎点了点头 同意了古元的说法 他现在最主要去做的 依旧是寻找神火 提升自己的实力 身外之势 多一件不如少一件 只是萧炎却并不知道 他们的行踪 竟然已经被先前那位将军 汇报上去了 在豆婆苍穹的故事中 萧炎为加玛帝国的和平 立下了汉马功劳 因为加玛帝国是他出生的地方 但在大千世界中 没有太多事例的萧炎 很多事只能选择格岸观估 只是这一切 会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下去吗 话皆上回 在旅店的房间门前 做出了一些警惕的标识后 萧炎先将获得的寒冰水 分给了薰儿体人 这个寒冰水虽然他用不了 不过对薰儿他们的提升 还是有很不错的效果 尤其是远古冰原 萧炎更是多给了他几滴 浓郁的寒冰能量 也让整个屋子的温度降了下来 这个东西在吸收的时候 尽量缓慢一些 薰儿体内还有一些异伙本源 在吸收的时候 先将那一点本源 压制在至尊海就好 萧炎告诉了几人 如何吸收寒冰水 相信通过吸收了这些寒冰水后 几个人的实力 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至于萧炎 他则是想要找到 几束特殊的草药 将寒冰水炼制成 他可以使用的丹药 直接吸收的话 恐怕本体的神火 会抵御寒冰水 弄不好萧炎身体 发生爆炸都有可能 有这种好东西 下次早点拿出来 那些至尊灵液 都快不够用了 竹坤看到那几粒寒冰水 脸上都热开了花 那里面蕴含的能量 可要比他先前吸收的 至尊灵液高上万倍不止 此等天才地宝 能让我们有缘吸收就不错了 你倒还挺贪 补员骂了一句竹坤 然后就带着他 离开了萧炎的屋子 彩林和薰儿二人 也在跟萧炎交谈了几句后 就离开了 不过远古冰原 打算离开的时候 却被萧炎叫住了 因为有些事情 萧炎是想要 多拧一下他的 你想问什么 远古冰原倒也没觉得太多意外 除了两人在山谷中 说的一些事情外 萧炎这一路上 并没有问过他其余的事情了 以萧炎者命的心思 断然不可能就这样 凭借几句话完全相信他的 只是萧炎接下来的话 竟让远古冰原 有些不知如何回答 我真身的异伙 跟驼舍古地属于同一种 既然你认识驼舍古地 为何认不出我深深的异伙呢 这个问题也是萧炎压在心中 很久的事情了 驼舍古地原本是斗气大陆中 孕育出的一粟异伙 经过了许久的时间 靠着不断吞食其他异伙 才成为了天下一伙之主 并且建立了异伙广场 萧炎在成为炎帝后 同样是让天下一伙奉他为主 也就是说 两个人的异伙本就是同一种 融合了斗气大陆中 所有的异伙形成的 当然 驼舍古地本体是火焰 萧炎则是一个人类罢了 这一点我确实无法认出 因为在我的感觉里 你身上的神火跟古地的神火 并非是同一种 远古边缘解释出了其中的原因 如果真的是同一种神火的话 他不可能认不出来 哦 有哪里不同 萧炎此时心里不断地盘算着 难不成驼舍古地 来到大千世界后 成功收服了新的神火 但很快就被萧炎所否认了 驼舍古地狱中 他的残魂已经说明了 他被困的地方 才是驼舍古地 第一个找到的神火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 你的神火 似乎并非是单一气息 但驼舍古地的神火 只有一种气息 远古边缘将其中的区别说了出来 这时萧炎才想到 莫非是他体内焚绝的原因 不过下一秒 整个旅店竟然直接被士兵团团围住 一位名叫四方的将军 才是率兵来捉拦萧炎等人了 在豆婆苍穹的故事中 萧炎以一己之力 换来了整个斗器大陆的和平 但是刚刚前往大千世界的萧炎 没有名气和势力 该如何面对国家的进攻呢 话皆上回 其实那位守城的将军 在看到萧炎的令牌后 恭敬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不过依旧是按照程序进行上报 历经他并未受到任何长老 离开新城帝国的消息 对于这个从外面到来的长老 他有必要存在一些疑虑 所以在上面得知消息后 也立刻派兵前来捉拿萧炎 长老会一共有十位长老 其中三位支持二皇子的长老 两位已经被大皇子给处死了 另外一位则是带着二皇子连夜逃离 到现在都不知所踪 其余七位长老都臣服了大皇子 并且此时都在皇宫的长老殿中并未出去 那么这位新长老又是从何而来 结果自然只有一个答案了 那就是那位叛逃出去的长老 所以四方将军在接到命令后 就立刻集结了自己最为精英的部队前来 为的是一举拿下这个叛国之贼 还真是不让人消停 萧炎其实早就料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在旅店周围撒下了一些火神种子 此时他也明确地察觉到了 前来的军队数领 以及那位将军的实力 不过现在能进行对敌的 就只有他和远古兵员 薰儿等人已经开始吸收寒冰水 亦是无法分心 一群杂鱼罢了 我来处理就好 很久没有用这个身体来打架了 远古兵员松了松自己的肩膀 这人类的身体 确实无法发挥出他原本的实力 但至少依旧保留了 他第二支钻级别的力量 面对无品支钻带领的军队 他完全有信心 将对方处理干净 先不用出手 这群人毕竟只是蜂蜜行事 不要涂增无味的伤害 你跟我一起下去就好 萧炎起身后 将自身气息尽数收回体内 此时他看起来跟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远古兵员健壮 也只好点了点头 然后学着萧炎的样子 将自身的气息尽数收回了体内 在处理完这些后 萧炎便带着远古兵员 走到了旅馆的大厅 你就是那个持有长老令牌的人 四方将军看到萧炎后 上下打量了萧炎一番 也看不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说的可是这个 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令牌 然后随手扔给四方 在接到令牌之后 四方也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查看了一下 确认这个令牌是真品无疑 既然你是长老会的长老 那么请出示陛下赐给你的专属印章 好来确认你的身份 四方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将手按在了自己的刀柄之上 因为他并不相信 此人会有证明自己身份的勋章 那些长老他全都见过 唯独没见过萧炎 啊 这个啊 其实是我在路上捡来的 萧炎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并没有勋章 然后编出了这个令牌的来历 什么 捡来的 四方听到萧炎的话后 不由的瞳孔震惊 然后立刻询问萧炎 是在哪里捡到的令牌 很有可能是二皇子和那位长老逃离的时候 扔下的令牌了 就在身外 萧炎依旧很平淡的跟对方交谈 并且萧炎其实已经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那么接下来 萧炎和远古兵员 会不会对四方率领的军队出手呢